范冰冰又出事了,贝勒氏告上法庭,却还能接下高端代言。 范冰冰在热官司,旗下的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贝勒氏影业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在日前,范冰冰显示被吴秀波公司告上法庭,是一位吴秀波旗下的霍尔果斯福尔文化公司与范冰冰的无锡爱美神影视公司打官司。 爱美神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30日,公司的股东为范冰冰和其母亲张传美,法定代表人为范冰冰。 这次贝勒氏告上法庭,已经是最近一月内,范冰冰第二次告上法庭了,其实没有爆出惹官司的事情前,范冰冰最近的发展在外界看来还算不错。 同样是8月24日,一线品牌法国娇兰冰冰冰为全球代言人,还在官博上发布了由范冰冰拍摄的广告。 对于娇兰而言,全球代言人基本就意味着最顶级的头衔,圈中有当红流量代言娇兰,但头衔都没有范冰冰高,比如杨阳是品牌代言人,王俊凯则是护肤代言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